16加6加7的巨星超控正式跟高层决裂,聚接电话不回短信,恐惨遭交易北京时间9月26日,新赛季刚刚开始第二天,今天各队的训练营也才刚开,但有一只豪强已经陷入了内厚的传闻,上赛季的东部老大多伦多猛龙如今要面对另一个艰难的局面,那就是他们的领袖洛瑞,或许已经和高层闹斑了。 今日,NBA媒体T3的猛龙权威记者Josh Leandertal透露,洛瑞在今年夏天聚接了所有总经理乌杰里和新帅纳斯的电话,并且没有回复他们任何短信,等于直接和高层决裂了。 上赛季,洛瑞场均16.2分5.6把6.9助攻,他去年才跟猛龙完成了三年一亿的续约,洛瑞和德罗赞一直是联盟中关系最好的兄弟组合,但现在德罗赞却突然被交易,洛瑞非常愤怒和伤心,于是中断了和高层的联系。 而在之前的新赛季媒体日上,洛瑞也回避了德罗赞的问题,只是表示,我来球队就是工作,我会努力帮多伦多夺冠,我会支持任何队友,不管他是不是新来的。 看得出来,洛瑞和德罗赞感情很深,他的行为也确实是有情有义,但对于高层来说,有人公开和他们作对的结果,多半是被交易,值得一提的是,最近洛瑞陷入了巴特勒的交易传闻中,NXV。